台东五家饭店业者今年6月和中南部的饭店业者合作 加入了台湾特色饭店联盟 并且推出了好康住房优惠 15家的饭店从彼此竞争关系变成是彼此合作 受到消费者热烈回响 而饭店住房率也名损地提升了 7号上午业者再次推出了第二波的好康 只要是会员在每个星期三入住联盟 任何一家饭店都可以享有优惠的方案 同行不一定相继 团结力量大 台东五家饭店业者在今年6月与中南部饭店业者合作 推出优惠方案后 从彼此竞争关系 进而彼此合作把柄做大 受到民众热烈回响 住房率也明显提升 非常特别的案例 通常同行都相继 最好的客人都到我这里 不要到我 但是我们看到 就几家饭店的董事长他们已经超越了这个层次 他认为饼不是只有一块 是越做越大块 只要你给他不够的料跟水 这个饼就没做大块 所以我们看到同行不是相继 还是相继 包含的各地 有南威县的水光 还有中午县的东远文群酒店 也是马丁 还有我们资本区 那个饼座这边 还有最超近台的 台湾新光酒店 也是在市场的连道 我刚才是铁花水 也是各位有机会 这个特色饭店联盟其实对我们整个的帮助还蛮大的 像各地台中 高雄甚至海北的特地有看到新闻 都可以来台东做一个连游 那我也跟你说 因为有这个联盟的方式 其实在我们11月还蛮暗淡的季节 旅游季节 我们的住宿率还是保持在8000多的住宿率 虽然我们泰马尼也没有办法说像乃宜 说第一道主宿就是在乃宜 但是我们台东也是自出之互乃 要这么讲 看来让大家来认识一下 昨天露宜也看到那个迭廷 那个曙光太阳升起的地方 他昨天只有两个 讲两个地方 一个是律导的每一家迪述 他就是在床上就可以看蜘蛛 不用不用到外面去 那个蜘蛛比较遜 一个是在台北 我就很乱乱说在101外面可以看到蜘蛛 这次针对会员推出第二波好汤 凡会员在美洲山入住任一家饭店 都可享有优惠方案 这次我们就是台东有五家 然后加入 然后陆明 红泉 旅人驿站 然后星光 凯旋星光 那这五家饭店呢 就是我们会在每周三推出一个优惠 那这个优惠是不定时的 所以随时都可以上我们的台湾特色饭店联盟的Facebook上去看一下 各家饭店详细的好康优惠 即日起将在台湾特色饭店联盟脸书粉丝专页公布 民众抢好康 动作要快 记者潘俊伟 泰马里香报导 好 谢谢